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咱们今天要讲的 是让一代萧雄曹操都十分敬佩 十分敬仰的一位女音乐家 女学者 女诗人 我们知道曹操这个人非常的节俭 他有一次在城楼上看到自己的儿媳妇穿了一件刺绣的衣服 就把自己的儿媳妇刺死了 那是非常节俭 他的后宫也是衣无锦绣 但是为了这一位 他是情愿出黄金和白玉 把他从匈奴赎回来 我们还知道 曹操这个人执法是相当严明的 对自己都不手软 自己的马匹跳到麦田里 他把他自己的头发割掉了 割发戴手 但是对于这位女子 他愿意法外用情 判决书已经下达了 又派人把判决书追回来 饶了一个死罪的一个人 这位让曹操都十分敬仰的女音乐家 女诗人 女学者是谁呢 她就是东汉名辱蔡庸的女儿蔡岩 蔡岩自文鸡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蔡文鸡 蔡岩这个人 这个身世非常的传奇 所以我们后世有很多戏剧 都是以他为蓝本的 比方说陈燕秋先生的《文鸡归汉》 比方说郭沐若先生的话剧《蔡文鸡》 又比如说刘秀荣主演的评剧《胡锋汉乐》 基本上都是以蔡岩 蔡文鸡做蓝本 演绎出了这么一个剧本 在这些剧本里面 蔡岩的人生际遇是大同小异的 基本上他都是说 文鸡在东汉末年 出嫁之后丈夫就去世了 后来又碰到了董卓作乱 董卓的旧部来洗劫长安的时候 那么蔡文鸡就被匈奴人 掳掠到了南匈奴 但是后面 基本上这三个剧本 都是说蔡文鸡以他的智慧和美貌 征服了一位草原雄鹰 南匈奴的左贤王 赢得了左贤王的爱情 成为了左贤王的王妃 尤其是胡锋汉乐 胡锋汉乐这个评句 把他们之间的爱情 描写得非常的动人 左贤王对于蔡文鸡 是热烈追求 百般呵护 那绝对是一首 荡气回肠的草原练歌 可惜 这样的故事虽然很美丽 很浪漫 很传奇 可是历史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咱们今天就来探寻一个真实的蔡文鸡 我们来看一看当时的婚姻制度 会给一位女子带来怎样的命运 文鸡确实是生活在东汉的末年 我们在史籍中的记载 《后汉书列女传》中 是专门对他有一段记载的 这段记载非常的简洁 只有116个字 我们看一看这段记载是怎么说的 说陈柳董四七者 童俊蔡雍之女也 名言自文姬 博学有才辩 又妙于音律 时河东未忠道 夫王无子归宁于家 心平中天下桑乱 文鸡为胡继所获 莫于男匈奴左贤王 在湖中十二年 生二子 曹操素于庸善 痛其无嗣 乃且使者已今必熟知 而从嫁于嗣 我们看非常简单 116个字 首先女子不能单独的出场 她没有独立的法律人格 所以她一出场的时候 我们先要介绍 她是董四的妻子 然后她是蔡雍的女儿 非常的博学 非常的有才辩 音乐也很不错 早年是嫁给魏忠道 没有儿子 所以就回到娘家 回到娘家碰到了这样的一个丧乱 那么就墨于男匈奴 咱们看 关节点是在于墨于两个字 什么叫墨于 墨于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解释为 沦陷于 沦陷于男匈奴 你能说明 她日后就成为男匈奴的左贤王王妃吗 这个恐怕是不能这么解释的 我们说她墨于男匈奴左贤王 只能说她沦陷于左贤王的部队而已 尽管后世的戏剧文学中 都有蔡文姬与男匈奴左贤王的爱情描写 但依小鼎老师却指出 这些描写并不符合史实 蔡文姬被掳获到男匈奴以后 并没有嫁给左贤王 更不可能成为左贤王王妃 那么这一说法的依据是什么呢 蔡文姬与王昭君都远嫁匈奴 所以后世很多人把他们相提并婚 那么相似的经历 又是否会给他们带来相同的命运呢 虽然说在陈燕秋先生的经济中 文姬归汉中 他是把文姬和王昭君是相提并论的 可是我们两相比较就会发现 文姬的命运和昭君的命运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看昭君出赛 虽然背后也是有武力威胁 也是匈奴大兵压境的 武力威胁 这个时候汉朝没有办法采取了和亲的措施 但是毕竟威胁只是威胁 他不是真的打来 不是真的把女子掳掠走 这是第一个区别 婚姻的表面形式 它是嫁娶的形式 它不是掳掠的 第二个 咱们看昭君出赛的时候 他是以公主的身份出去的 首先是汉朝的皇帝把昭君收为自己养女的嫁出去 公主的身份 谁为他主婚 是汉朝的皇帝 主婚人的身份也很高贵 谁把他送出去的 是国家的大使 送出去之后 他的地位是什么 他是好为宁湖燕之 我们再看文姬 文姬是一间难民 没有身份 而且这个时候 他的父亲也死去了 可以说他是无君无妇的一个难民 谁替他组婚呢 他嫁到匈奴之后 在墨于匈奴之后 有没有封号 也没有封号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这是文姬不可能是王妃的第一条理由 作为一个难民 你没有身份 没有主婚人 没有整个的一个婚姻的形式 你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王妃呢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理由 我们再看第二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咱们还是看史书 史书是这么说 说曹操术语庸散 痛其无似 乃遣使者已经必熟之 我们看 一个熟字 就仅可以说明文姬的身份 不是王妃了 我们试想 有哪个国家 哪个民族 能够允许自己的王妃 被别人赎买回去的 如果他肯让自己的王妃 被别人赎买回去 对外来说 没有外交了 这在对外外交上 有什么颜面可存 对内而言 他都没有办法说明 自己的统治是合法的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从这个熟字就可以看得出来 文姬不是王妃 有的人又说了 说文姬 她不是公主身份出去的 难民身份 被人家在军中掳掠的 所以她可能不是正妻 不是正妻 也可能是姬妾 妾是可以赎买的 所以她尽管不是王妃 但是可能是左贤王的一个妾 妾是可以赎买的 我们看这个理由成立不成立 恐怕也不能成立 为什么 我们知道 在史书中 是这么记载的 他在湖中十二年 生了两个儿子 如果这两个儿子 是左贤王的儿子 史吉宗 可能不可能不记载他的封号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昭君 我们看昭君出去 他是有封号的 号为宁湖燕志 他生的第一个儿子 叫做伊图志亚师 是封为幼竹日王 也有封号 第二次 他嫁给了傅朱磊禅瑜 生了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也都有封号 如果文姬确实是嫁给左贤王的 他的子女 怎么可能没有封号 我们又有人说 他是战乱之中 战乱之中被娶的 那可能嫁娶方面 就没有这个说法了 也不对 我们看史吉宗 凡是在战争中 被娜娶的女子 史吉宗会记载一个娜字 曹操一共有十五位妻子 十五个机械 这个十五个机械里面 有很多是从战争中掳掠来的 但是每逢此处 史吉宗都会写太祖纳之 不会写墨于太祖的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再看曹丕也是 曹丕的第一位妻子真诺 是他在战争中抢来的 史吉宗就是这么记载的 纳之 有丑 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来看 文姬看来 也没有嫁给左贤王 据史书记载 蔡文姬被掳获到南匈奴以后 在匈奴生活了十二年 并且生有两个儿子 如果说蔡文姬没有嫁给左贤王 那他又嫁给了谁呢 他在匈奴的生活 会像文学剧作里描写的那样 美丽而浪漫吗 我们看一看文姬自己写的长诗 再看一看当时的这种制度 我们可以推测 文姬只不过是嫁给了 南匈奴左贤王部队中的一个普通士兵而已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我们先看匈奴这一边 匈奴这一边 从史记到汉书 对他们的记载都是这样的 就是匈奴每次作战 都是允许匈奴的士兵把男子 把城里的男子杀掉 你杀掉一个人 凭首级来换酒 来换爵位 然后城中的女子 你是可以据为己有的 这个在史书上是明确的有记载 这个时候 我们看文姬生活的年代 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实际上是相当于东汉末年 匈奴是不是还是执行这种制度 差不多还是这样 就为了鼓励这个士兵英勇作战 他是允许 你抢来的财产就是你的 你抢来的女子就是你的 我们也可以反观一下 这个文姬自己写的诗 我们看文姬的诗中是这样写的 好 谢谢观看